好,各位,來個晚安 那今天,所以我們這個星期五 每個月肯定都會跟 國立媒體公體協會 協辦的媒體之夜 那我們每個月都會挑一個媒體的議題 也會找很多目前在媒體這個領域 持續開拓新的可能性的媒體 來跟各位分享 讓在經營媒體上所遇到的困難 跟未來的可能的出入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我先簡單一下介紹我們今天的主獎人 我們今天的主獎人 楊康如楊執行長 他其實在台灣的媒體這裡工作很久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拍頭 覺得他是一個新媒體的一個創辦人 其實他過去十幾年的媒體經驗 都在所謂的傳統媒體 在雜誌業 他也在九零年代 就是在台灣的連線雜誌 他之後兩千年之後 大家就會到中國發自 算是台灣最早一批到 中國的 這個所謂的主流的 財經媒體工作的新聞人 就我所知道 小數的一個先驅 之後 香港的blooper 和亞洲版的成立 他也拍了非常重要的職務 所以他算是在台灣很小處 在台灣 在中國 在香港 的雜誌業 都有非常重要的職務經驗的一個媒體 所以等一下可以讓他談談 他是怎麼樣的新聞歷史 他對於台灣 中國跟香港的發展 他一定是他這個獨特的觀點 所以各位等一下 在楊先簡單的講完之後呢 各位可以盡量提問 對於楊安森地的這幾個新聞 業的發展 氣勢的時間下來 可以進入提問 等一下他也會談一下他的心理歷程 他為什麼會轉變討道 然後要開創一個所謂的 測散型的媒體 而且透過手機當作他的平台 一個新媒體 那我們先一請掌聲 翻臨一下我們的楊子欣掌 非常謝謝老師的這個完整 精采的介紹 然後我們今天非常榮幸 在這個節目上 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好了 對 那我還是有做一個很簡單的PPT 在各位的右手邊 那我就還是照著這個PPT 比較有脈絡一點 來跟大家聊一聊天好 所以這個 這個是我自己下的題目 因為我今天要談的主要是三個方面 第一個 什麼叫移動網絡的產業跟世代 然後第二個 什麼叫新媒體 那新媒體這個詞 只是相對於傳統媒體 被大家所沿用的一個新的情緒 那第三個是現在我們在 我在做這件事其實大多是一個創業 所以我主要的三個方面跟方向 是從這個來講的 第一個問題 在場 你們沒有用Smartphone 請舉手一下 我想這個問題在 這幾年應該是 沒有這個 這個不會是一個問題的 好不好 所以第一個我用一個非常笨的問題來開場 我相信在場 百分之百所有人都是用 最新手機的 不管你用 iPhone 不管你用HTC 用三星 用小米 那也會 所以第二個問題 再問 根本根本的一個問題 在場你們沒有用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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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裡面有一個是我們Made in Taiwan的App 有跟我分享一個或兩個都好 有這 那我們知道Online跟Facebook一個是 國會Online 國會Online 好 宣傳的好 非常好 大家請立刻下載這個App 還有什麼其他的 台鐵列車動態 台鐵列車動態 剛剛政府做的 有沒有用這個 捷運跟公車的 公車 公車 台北大公車 政府的 民間還有 國家還有一個 台灣歷史百年地圖 中研院 台灣歷史百年地圖 剛剛我們聽到幾個 其實政府做了很多App 上個月有個新聞是 台中市政府 在去年做了73個App 73個App 是台中市政府 發包出去的 App的數量 其中最少的 被download的只有 不到100個 就是說 哇這個資訊公司 幫台中市政府 做了一個App 連他自己的員工 看起來都沒有來download 然後最多的分享是 好像是1000多個下載 在台中市政府 做了70幾個App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這幾年 台灣政府真的做了 非常多的事情 光是做App的電視 光是一個台中市政府 你在想像 武都 中央 部會 哇 可以說出來的App 其實很多 可是 除了剛剛 兩位帥哥之外 我們沒有聽到更多的 是我們台灣的 不管是企業 或者是新創團隊 來做的 好 所以 從 下載量跟使用流 剛剛講到兩個關鍵 那 根據支撤會的資料 在台灣 這邊 因為版面那麼甜 變到前15位 哇 很客氣 沒有任何一個是 我們台灣人自己做的 那你當然會說 台灣蘋果日報 是這個 台灣蘋果日報 可是它是一個港資公司 那它現在還沒有被 賣給台灣任何一個公司 所以 你已經自己有所要賣 那從第四名到第五名到 第十名到 第二十名到 第三十名 在支撤會這個 報表當中 其實 沒有任何一個是台灣人自己做的 不管是政府 或民間 或企業 所以我最常在講就是 我們在 手機上面其實已經被殖民了 有人覺得 殖民這個詞 會不會太over了 那我再問兩個問題 有人知道 那一年在台灣 賣多少貼圖的金額嗎 第二是 你知道Facebook在台灣 每年收多少個廣告費嗎 現在連一個 幼稚園的招生 大學招生 都要去Facebook下廣告 因為年輕人 他們不會上 傳統媒體 不管報紙 雜誌 電視去接收到這些廣告 可是 你每天會花 Facebook 所以現在 Facebook的廣告 包括它可以設定年齡性別 甚至你使用的手機的系統 它是非常精準的 所以 那你用Facebook名 你在台灣賺多少錢 我不知道 重點是它還不用繳稅給台灣政府 Facebook 你直接在 Facebook的這個網頁上面 輸入你的新聞卡號 你就完成了你的下廣告程序 Line 你買它的金幣 就可以去壞貼圖 不管是 馬來摩 還是88GG 還是Dunker 真的 那你每年在台灣賣多少貼圖 沒有人知道 重點是 我理解的應該是不用繳稅啦 所以 紅酒是被殖民的 好 所以 現在 這個問題就是 誰可以告訴我 你現在在手機上 用什麼APP看新聞的 你們可以給我一個例子嗎 剛剛我們已經講到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現在在台灣大概有 超過400萬的下載料 應該算是最成功的一個新聞APP 那 除了蘋果之外 有沒有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手機上用什麼APP看新聞 老師我要Cue你 你手機上用什麼看新聞 我看著蘋果 蘋果之外 UDN 好 然後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Times很好 真的 所以老師自己說 以前我們要去成品買一份New York Times 買一份款年修Times 一個報紙 哇好貴好貴 六七十塊一份 可是你現在在你的iPad裡面 在你的iPhone 在你的手機上面 你可以下載 全世界的 這些媒體的APP for free 你可以下載 New York Times 你可以下載 USA Today 你可以下載 Financial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 幾乎所有的傳統媒體 在 手機上 都已經有佈局了 都是已經有APP 那台灣的人 剛好是講到 包括UDN 中式電子報 其實 傳統媒體都已經做了APP 只是做得好不好 跟有沒有人下載來使用而已 那 下載了之後 如果你覺得用得不高興 還是會把它刪掉 因為它會佔你手機的記憶體 跟儲存的空間 好 下一個問題 所以我要介紹 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然後 為什麼我們要開始做 Longing 這件相當有趣又相當瘋狂的事情 老師剛剛介紹我之前在 彭博上一週刊的中文版 擔任金副總編輯 那個時候也負責 我們iPhone版的這個APP 然後之前我曾經在 在大陸的中文化報 大陸的環球企業家 然後台灣的遠見雜誌 跟金周刊 都是擔任記者 然後我經營的路線 比較是科技行業 然後我是副大畢業的 然後被阿肇老師所感召 這樣子 然後應該是 剛好是介紹 我是第一位在大陸 香港跟台灣都是有全職 媒體工作經驗的一個人 然後 之前在這個 香港的上市公司 有一個內部創業的經驗 然後也 同時管這個 我們團隊的時候 蠻有趣的 同時有香港的同事 也有 大陸的同事 然後有台灣的同事 哇 你明明覺得這個是一個夢幻團隊啊 可不是喔 我們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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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香港人跟大陸人 最壞的經驗 或最大的問題 都同時 在這個創業的階段爆發的 所以不是 不是一個 很成功 可是 卻是一個非常值得的 一個內部創業的經驗 那那個時候 做這個 BOMBER的這個APP 然後 我們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 推出之後 就贏得這個 獲得 蘋果每年會選一個 APP的一個 可以講說是奧斯卡 卡獎的 就是 相當於電影介奧斯卡獎 那 蘋果每年會有一個 呃 全世界有幾百萬個 幾十萬個 幾萬個 幾萬個APP 就是 會做一個蘋果的一個評選 那那年選了 是七個APP 出來 然後 我們是為二的兩個 中文的APP 另外一個APP 是 北京的故宮做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名畫畫作的導覽 然後 我們也是唯一一個是 媒體APP 被評選上的 中文的媒體APP 然後我自己寫過幾本書 然後也在大陸 包括香港也寫過一些專欄 台灣的一些新媒體的網站 我也有一些專欄的參與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剛剛回到我們一開始第一頁講的 我們在做的一件事情 它是 移動互聯網 也就是 Mobile Internet 那 我回台灣這半年多 我一直很好奇這件事情 誰可以告訴我 Mobile Internet的 中文 翻譯是什麼 我來聽到有人講 移動網路產業 有人講 行動網路產業 有人講 移動網路產業 有人講 移動網路產業 有人講 移動網路產業 有人講 有人講 移動網路產業 移動網路產業 好像末中一世 這麼重要的產業 可是在 台灣 並沒有一個 被定義跟 準確的翻譯過來 所以 所以 這兩年 當雷軍來到台灣 當獵豹的富盛來到台灣 當 阿里的馬雲來到台灣 他們都講移動互聯網 這個是大陸的翻譯 結果結果 我們所有的媒體跟機制 也都開始移動互聯網起來了 大陸現在在移動互聯網 可以看到我這個表 其實 我們只能讓全世界 就是兩大市場 在Mobile Internet上面 是發展的最快 也 最好的 那我這邊特別講到他們的廣告市場 在去年跟前年相比 大陸的移動網路的廣告市場成長了八九倍 美國也從七十億美元到一百五十億美元 就算就算在台灣的 我們認為是一個小市場 我們也有百分之百的成長 那右邊的表是傳統媒體的下滑 那我想這個就不用多演了 不管報紙、雜誌、廣播、電視 其實從去年到今年都即將面對的是一個 瀑布式跟懸崖式的下滑 你們覺得我這個話講得很重 那根據壹傳媒最新的財報來說 他去年台灣蘋果日報跟台灣一週刊分別有 百分之十五跟百分之十七的廣告跌入 這個是一傳媒的上市公司的財報 哇 台灣最大的雜誌之一 跟最大的報紙之一 都有這麼大的明顯的下滑 是他就更不用說了 那我們也知道 香港一週刊 聽說要在九月要收刊的 聽說聽說 可是上個月他們另外一本 週刊叫忽然一週 去年還很賺錢 去年應該是還有賺錢 可是今年香港也面臨了非常嚴重的虧損 然後這個黎智英就已經 毅然決然在七月份就決定收看 然後現在正在討論 香港的一週刊 會不會也停刊呢 那一週刊美還是在港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媒體的期待 以及也是我們這個媒體的大亨 所以他的這個動向跟風向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同時間在移動互聯網的這個大成長的趨勢之下 其實美國我們看到有蠻多新媒體遍地開花出來的 包括BuzzFeed 包括Vice 包括這個 很多的新媒體 不管他們在web上面跟在mobile上面 其實都有蠻多先進的佈局 那在大陸 現在的今日頭條一點資訊 甚至是騰訊網易新浪 搜捕他們推出的新聞客戶端 大陸叫新聞客戶端 也就是我們講這個手機的app 其實現在也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成長 所以我們希望在台灣 我們剛剛一開始問的問題是 台灣你現在什麼樣的手機跟什麼樣的app 會能夠成為你新聞跟資訊的接收來源呢 我們希望你在大陸用微信 我們台灣用Line 你在大陸用微信 我們台灣用Facebook 你在大陸用金字頭條 我們希望在台灣 那knowing可以成為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然後之前又有一個調查是 你在手機上每天會打開的app 會有幾個呢 有沒有一天會超過十個app 很少很少吧 那根據一個調查 你每天手機上能夠打開的app 大概就是五到六個之多 然後絕大多數的時間 在台灣被Facebook統治了 在大陸被微信統治了 那我們相信的是 一個app你必須要每天常常打開它 然後也不會很容易的刪除它 這才是一個成功app的一個定義 我們叫一個是下載量 給一個叫DAEU 也就是每日的活躍用戶數 所以在這個表上面 你可以發現 你的手機裡面其實有很多閒置的app 你可能一個禮拜 不一定會打開它 兩個禮拜不一定會打開它 可是你一記兩記之後 可能就把這個東西給刪掉 因為你每天可能使用的 就是這五六個 七八個app 然後真正在使用的 以台灣來說 之前也有一個數據 是台灣人每天用 Smartphone一百九十七分鐘 可能超過三小時的時間 你每天沿在手機上 那非正式統計是 你一百九十七分鐘裡面 可能有超過一百分鐘 都是在用Facebook 這個是Facebook 統治我們的一個明顯的例子 Facebook的動態消息 決定了你每天會看到 什麼樣的新聞 什麼樣的資訊 跟什麼樣的內容 所以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news app 它是每天會讓你打開的 因為新聞還是一個 我們認為是一個剛需 那nomin在七月下旬 我們在Google會發表了 然後 我們 在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採訪 非常多的名人 都為我們推薦 然後我們也用了蠻多的行銷的方式 希望大家去下載我們的app 所以我們現在的下載量 經過了一個多月 大概是 現在是兩萬八、兩萬九 接近三萬的一個下載量 然後之前在這個 Google會的排行榜上面 不管是熱門免費 不管是這個 涮身速度 都是跑得蠻前面的 然後 我們 第一個是我們採訪的蠻多名人 包括Freddy 林昌佐 包括 這個 范雲 包括國民黨也有 我們也採訪了 我們講萬安 然後也採訪了蠻多的插畫家 那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跟 年輕世代 特別是年輕世代 一見領袖 來做一個 交流跟打交道 那之前我們的 非常年輕人團 我們也討論 到底什麼樣的人 是要我們來採訪的呢 我們要採訪誰呢 他說 第一個 你不要跟 會上大雜誌的那些人一樣就好 你不要跟會上天下 會上 某商業週刊 會上那些人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在雜誌 我們選人啊 我們封面人物的標準是什麼啊 這個其實 其實年下來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 張宗某右上的天下的封面 你就看到 這個 某台銘右上的財訓的封面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 這十幾年來 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我離開台灣之前 到回來台灣之後 好像還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報導更多在網路世界 在臉書上面 有 掌握發言權的這些 年輕世代的一件年秀 然後這個 也有 我們最近蠻成功的一個新聞 就是我們 講這個 康師傅的這個事情 那 煥起了大家的回憶 那 是我們非常年輕 剛剛畢業的編輯 然後他剛剛加入我們 就已經有 在一兩天當中有 一萬七千多個分享 那這個是分享 然後點閱的比例就更高了 所以 我們最近做的這幾件事情 包括我們策展一些 新聞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又採訪了 林之城 又採訪了我們使用 那這些內容 確實還蠻貼近跟 我們年輕時代的這個 資訊跟新聞的需求 那中間這個 有一個笑點是 我們在 APP上線之後 第二週我們參加了 支撤會的 這個 數據應用的一個大賽 然後奪得了 最佳應用的APP獎 那 算是我們自己都覺得 很驚喜的一個 驚喜好了 就是 短短上線兩週 竟然就獲得了這個 支撤會的肯定這樣子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拿起你的手機 在Google Play 搜尋 然後也 Google Play Google Play 你可以來 試的 下載試用看看 那在我們APP上線之前 我們從 四月多 我們開始在4ME做了一個 90後的 總編輯的一個 這個 募資的專案 然後 關鍵就是我們希望 年輕人看的新聞 不再是老人 不再是 這些高高在上的記者跟編輯來寫的 我們希望把這個 年輕世代的觀點 交給年輕人來做 因為年輕人最了解年輕人 大學生最了解大學生 高中生最了解高等生 所以我們 在台灣做的一個 史無前例的一個 總編輯的這個 選秀 我們找到的這個 第一位所迎合總編輯 那時候有 世界的這個 民體界的這個 好朋友跟 有志投入的人來參加 然後 我們現在的編輯團隊 清一色都是 九點後 這個算是我們蠻 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有 那麼多的分享 那麼好的一些採訪 都是年輕人 自己來做的 然後 我們的讀者 經過這一個多月下來 我們大概可以 描繪出一個輪廓 大概70%以上 都是18到30歲 這個 我們還有 22%的讀者是 大學女生 這個看到這個數字 我自己都驚呆了 所以說 今天有這麼多的大學女生 來看我們 這真的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數據 剛剛老師有介紹 我們大概 希望 在四個方向上 有一些 投入跟優勢 我們剛剛講 內容的部分 我們希望有更多病毒式 更多策展型的新聞 能夠被 分享 這也是我們現在 年輕編輯團隊 唯一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 你要寫的新聞 是容易被 分享的 大家看了 點閱 之後 會 主動來 分享這件事情 主動分享 你撰寫的新聞 不管在臉書 不管在 賣相媒 或推特 第二個是我們的定位優勢 剛剛 大家看到我們讀者的 這個 輪廓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 更年輕化的 跟非主流的 更國際 更中立的 我們 很認真的想要 改變這件事情 因為在臺灣 我們知道國際新聞 是沒有太大的市場 傳統媒體 報紙、雜誌、電視 都很想要做國際新聞 都不想做國際新聞 不想做的原因是 沒有收視率 你今天 電視台的新聞 國際新聞出來了 收視率 一顆就是掉下來 這個是這幾年來 女士不受 或者是報紙的 國際版 怎麼都越來越後面 甚至從一個版 變成半個版 半個版 變成兩則新聞 所以 國際新聞這件事 你們大家都覺得很重要 可是 為什麼收視率就是不好 怎麼大家就是不看呢 所以我們現在嘗試在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每天有百分之二十的國際新聞 它是希望你 能夠 被分享的 你看完這個國際新聞之後 還是 願意去分享的 那這個 我們 我們現場又給一起在做 大家也可以來分享這件事情 那第三個優勢是 我們就是 專注在移動上面 那我們自己 封給自己的一個稱號 是台灣第一個原生移動的新聞平台 那怎麼樣可以給自己這個封號呢 因為 確實沒有第一個 這個 移動時代的這個 這個 APP 或者是這個 移動時代的 這個媒體 是跑出來的 那 過去在網站的時代 web的時代 我們看到從 早在 2000年明日報 它算是最早的 這個web的先驅 那 它應該算是 也是最早原生的概念 或者到現在的 瘋傳媒 現在的 關鍵評論網 那它們都主要在web上面 那我們 一開始我們就是 走網站這件事情 那 第四個優勢是 我們希望在廣告上面 有一些突破 那其實現在台灣 手機上的廣告 其實非常的 浪漫 手機上的 全螢幕的廣告 你往往是 哇 平穩就跳出來 全螢幕的 趕快先把它打一個叉叉 那你根本還沒看到 那就先找這個叉叉在哪 其實已經變成一個 反射性的 制約的 直覺的動作了 那你莫名其妙 平穫的話 這個廣告還沒有叉叉 然後你就只好按 這個回到首頁 因為你實在不想看這個廣告 那又活著是 你不小心去點擊到 這個全頁的廣告 它就令和出去了 然後令和的時候 因為還有一個loading的時間 然後大家 我自己 我多數人 其實你根本不會等這個令和打開 你就把它關掉 所以現在台灣在 手機跟移動廣告上面 是一個刪輸的一個狀況 然後 怎麼講三書呢 第一個是 我們剛剛講 廣告主下的單 可是 效果卻不好 然後第二個是 用戶覺得很打擾 然後 因為你的全螢幕 你一定要把它 找到叉叉把它關掉 第三個是媒體其實也不想 做這種 樣式 這種呈現方式的廣告 所以現在移動廣告 我認為是一個三書的狀態 那我們希望在這上面 能夠做一些 改變 跟突破 那除了優勢之外 我們現在也有一些方向 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我們希望從台灣出發 將來做到香港 也希望做到大陸市場 那我們除了一開始的廣告之外 我們也希望做到更多的社群 跟電商的一些方向 那頻道的內容 然後使用的體驗 平台跟手機系統上面 我們現在都在做更多的詳細 所以剛剛我要回答的 很多人好奇的是 什麼叫撤展型的內容 那撤展這個字也是 我回到台灣之後 包括陳正孝老師 包括幾位媒體界的先進 才告訴我這個字 什麼叫撤展 也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記者 我們的編輯主要都是 在做新聞的再加工 跟二次三次的整合 也就是我們可能看了很多媒體 包括中央社 包括蘋果 包括中時 包括編課 包括有網路上的文章 我們看了這些文章之後 拿來做再編輯的一個處理 然後這個名詞在台灣 我們叫做撤展 然後我自己的定義 我更希望做的是病毒式的內容 也就是怎麼樣讓我的新聞 你們knowing撰寫的新聞 很容易的被更多人分享 所以我自己講的一個講法是 我希望我的內容是會自己長腳的 今天PO在我們的APP上面之後 它是自己會自發性的擴展出去的 就像病毒一樣 那病毒式的內容現在是 你只要經營一個網站 你就不可能不考慮這件事情 你要經營一個APP 也就是在線上 你要做任何的內容相關情 你可能不考慮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看 Google的這個流量的報告 你一篇文章在那邊 就是沒有人看就是沒有人看 那就等於是 你做的白購嘛 所以不管是在大陸 大陸的好奇心這地方 大陸的Mono 美國的BuzzFeed 美國的Buzz 其實現在大家都一定要考慮的 就是你的內容 怎麼樣自己會長腳 所以我的理念 就是一篇好的文章 它應該用更快的速度 以及更低的成本 更高的效率 被更多人看到 這個是我們Noin現在在做內容的主要方向 那剛剛講的這個是我們媒體的一個範疇 那現在我要講的一個叫算法 也就是我們的推薦系統 它是一個技術的領域的範疇 那我們Noin現在已經跟二十幾家媒體 有達成內容授權的合作 然後這二十幾家媒體 現在他們每天會Feed 到我Noin這邊 大概有三四百條文章 那透過我們的推薦系統 讓這三十百條文章 可以Match 到我們這麼多 一兩萬兩三萬的用戶 那這個東西 其實也就是我們這兩年 在講大數據比β的概念 也就是說現在 我們可以告訴我 一天台灣有多少條新聞被 產製出來嗎 這邊有一些新聞系的 前輩跟新聞科系的同學們 我們可以告訴我 一天台灣有多少新聞會 中央社蘋果 中史聯合自由被產製出來 我的估計 大概一天大概會有 一千到一千五百條 從各個新媒體 傳統媒體被產製出來 我已經說 哇一千一千五百條文章 這個 誰看得完啊 那以前我們做財經 財經的文章 不管是聚合物 不管是各大報的財經的版面 大家可以告訴我 每天有多少財經的內容被產製出來嗎 大概每天中央社財經新聞 加上這些財經資訊 股市、房市、匯市、筆財、基金 這些大概也有個三五百條 我說 你就算是再專業的投資人 你也不可能每天去看這三五百條的文章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比如說我今天 我是台積電的投資人 你是鴻海的投資人 他是ACER的投資人 我們希望在最快的時間 把台積電的文章推送給你 把鴻海的文章推薦給你 把鴻基的文章發送給你 也就是讓你在更高的效率之下 能夠閱讀到你想要的新聞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 個性化跟興趣化的一個推薦的新聞 其實也就是大數據的概念 那只是大數據概念其實 應用到各行各業上面 其實都還在一個萌芽的過程 我們應該是台灣第一個 一個應用大數據概念跟推薦系統的一個新聞代表 其實這是我剛剛講過的就是 我們其實現在已經跟台灣跟大陸有蠻多的 這個媒體的前輩跟前進在做合作 那我們希望能夠 讓這些這麼多好媒體的好文章 能夠在手機上很快的被大家所閱讀到 那我剛剛講其實不管報紙不管雜誌不管電視 其實大家現在每天 收看跟閱讀他們的時間是越來越少的 而只有只有一個東西是24小時跟著你的 你每天早上起床先跟他說早安 睡覺之前要幫他充電 也就是你的手機 那你的電視不會24小時跟著你 然後你每天看報紙的時間也很有限 那更不用講 雜誌可能一個禮拜可能只有 特定時間在咖啡廳 或是你躺在沙發上的時候去看雜誌 那這個東西其實 他需要一個特定的時間跟空間來做這個媒體 跟資訊接收的行為 可是只有手機上 你是無時無刻 你可能是在洗手間 你可能躺在床上 你可能是在公車在捷運上 閱讀這些手機跟新聞的資訊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已經合作的這些 媒體的所謂的 那我還是講我還是說其實 現在是一個 時代的機率 我最近常常在看美軍 在看富盛來看馬雲的文章 那他們最近這兩三年都對台灣有蠻多的 這個的投入也好 也有蠻多的演講場合也好 他們共同都指向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其實在 我們要Internet這個事情上面是 嚴重的落後 他說我們台灣是科技島 怎麼會在 物流網 移動物流網上有這麼大的落後呢 那當科技島 我們知道這個成功的經驗是過去的輝煌 不管我們在半導體 在硬體 在帶風上面 可是台灣的 現實的錯誤是我們從 軟體 到web 再到mobile 這是三個世代的落差 這也導致我剛剛講 一開始講被殖民的狀況 大家沒有辦法舉出一個 你常常在使用的一個app給我 那在國外在大陸 從軟體到web 再到mobile 其實這十年到二十年當中 其實引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可是我們台灣在軟體上面的這個 成功的典範 實在是太少太少了 成功的上市公司 實在是太少太少了 能夠走出去國際化的這個網路 軟體公司也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所以很明顯的 為什麼現在馬雲來 雷軍來 傅聖來 這麼多人 在聽他們演講 這麼多人買他的書 其他簽名 那就是我們到了這個時代 這個新的產業來了 可是我們自己沒有辦法 有一個成功的人物跟典範 因應可勝 而我們過去的成功典範 那還是張宗某 還是郭台銘 這個 大家都想這個典範已經84歲了 還在台積電當第一線的董事長 所以會出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 可是 30歲 40歲這個時代的成功人物在哪裡呢 這個是很值得探討的一個更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一直在講 台灣在移動複點網的產業上面 始終沒辦法有成功經營平台的一個機會 那可是可是其實 移動複點網剛剛會講 這個產值跟價值是不斷攀升的 不管從廣告 不管從大家使用的時間 然後 你使用 首先時間只會越來越多而已 它會剝奪你去看報紙 看雜誌的時間 現在我常常在捷運上看到 大家就用手機看韓劇 在手機上 遊戲啊韓劇啊這些 這些已經是非常習慣的事情 那它只會去剝奪你其他使用媒體的時間 那同時在台灣 同時在香港 我們就看到其實我們的投入跟 成功的這個企業 或團隊是非常少的 那第三個是我常常在講 台灣其實有非常多好的文化的資產 可是它卻始終沒有用 新時代跟年輕人能夠的接收方式來被大家接收 我一直在講出版業絕對是台灣的優勢產業 我每次在大陸 那同時都希望我幫你帶一些台灣的繁體制的書 到大陸去 我一直以為會在大陸做這個買賣書的二手的行業 第二個是我們有這麼多好的電影紀錄片 有這麼多好的流行音樂 流行畫的東西 可是可是在過去這五年 也就是網路跟移動的時代來臨 我們卻沒有把這些過去好的資產 轉變成新的呈現方式來給大家看到 大家知道上個月有一個大陸非常 好的團體來臺灣嗎 可以告訴我 我還是三個小男生 叫做TF boys 就是還在念高中 國中十四五六歲的三個小男生 然後我們叫他叫大陸的小母隊 你知道在他們來之前 西門町已經有多少賣那種 不管是海報啊 不管是滑鼠店 現在沒有用滑鼠店 對啊 賣海報賣文具的 一定是很多台灣的小學生也好 國中生高中生也好 甚至很多一天去接機的 都是二十幾歲的這個女生喔 那TF boys他們完全在大陸 沒有做任何傳統媒體的一些經營 他所有的宣傳、行銷、MV 都是靠網路來操作的 來執行的 所以現在新時代的偶像 包括韓國、包括大陸 其實他們已經不再依靠傳統媒體來造新了 這個就是我講的 遊行的跨語在被改變的一個現實 那第二個是大家知道 台灣現在做一集綜藝節目的製作費是多少嗎 那現在我們就看到就是一個主持人配五個來賓 或兩個主持人配十個來賓 就做完一集節目了嘛 這個製作費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大陸現在網路的綜藝節目 我還不講各個地方未斥的綜藝節目 網路綜藝節目不管是收服 不管是愛奇藝 這些網路的自製的偶像劇跟綜藝節目 都是已經是很高的預算來製作 那他們也沒有要走 要上傳統的電視頻道 就是在網路上被大家收看 或者是大陸現在有一個叫邏輯思維的一個主持人 叫羅振宇 哇他每次在網路上他的節目視頻一播出 幾十萬人同時在線觀看 這個是我們非常驚訝的一件事情 還有一個例子是 才藝 央視的主持人做了一個窮頂之下的空氣的汙染的紀錄片 我記得我那天晚上大概是十點都開始看 然後我在騰訊的視頻上面 看到四千多萬人已經看了 然後我花了大概將近兩個小時看完之後 是七千多萬的觀看的人 也就是說也就是說 在跟我同時間收看 看這部紀錄片的同時有三千萬的人 他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跟我們在看這個 在線上看這個紀錄片 那你一定會問 現在這麼好的紀錄片 為什麼不去電影院上映呢 因為他選擇的是在網路上免費的被大家收看 所以這個是我在講 不管是文化出版電影紀錄片 這些都是 在大部分在美國已經有很多新的 這個 business model 跟這個播放的方式已經發生了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時代的一個改變 對 好 所以這我認為是時代的機遇 我們必須要來重新審視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最近也接受一些財報 大家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跟我們直接探討 那我最近常常講的是一個是 這個 因為台灣現在主要的新媒體 或者是這些討論都還是以web為主 那web就是一定要流量 那流量很多都是垃圾 那大家越多想把這些流量變成現金 可是這個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就是在web上面 誰可以告訴我 台灣現在最大的新聞網站是哪一家 你們知道 按照Alessa或者是一些constore的排名 有沒有新聞系的同學 或是可以告訴我 現在第一名的新聞網站叫東森新聞 他大概是 在台灣的流量大概是排第四、第五或第六 然後他在上個月一度超越了Yahoo 請我 成為台灣 這邊最大情勢於Facebook 情勢於Google 情勢於這個Festb 他甚至超越了Yahoo的流量 可是 東森雲的這個廣告其實是 很有限的 我知道大概去年是1億多不到2億 他就說他有這麼大的流量 為什麼廣告有這麼的少呢 也就是這個就是我們講 垃圾流量 當然是很流量 變新鮮 那第二個是 web跟mobile 我現在在講 他是 完全是兩個世界 你很多web的思維 是沒有辦法應用到mobile上面的 也就是我剛剛講 流量這件事情 其實流量是web的時代 應該很大的標準 可是在mobile 不是很量的流量 那很多的操作方式 在web跟mobile上面也是 天差地別的 所以 上次東森雲雲 他也有做他的app 很好看 可是現場有東西下載 東森雲雲的app 同樣又是沒有的 同時也沒有 對 他在web實在這麼成功 他已經成為台灣最大的新聞戰 又或者是去年5月6月的時候 Yahoo出了Yahoo新聞 在場有沒有Yahoo新聞的app 也沒有 也沒有 好 那Yahoo是台灣第一大的路口網站 也是主宰 主導台灣這麼多年網路產業的一個 領先的公司 可是你發現 不管在美國的Yahoo 不管在台灣的Yahoo 他在mobile上面的成功 其實是蠻有限的喔 從不夠貝上面看到的 Yahoo新聞的下載量是 超過50萬的 所以台灣 如果Yahoo今天他要做一個新聞的app 一個拍賣的app 一個商城的app 或者是Yahoo要做任何事情 我認為他應該都要有 500萬以上的下載量 就算是 證明了Yahoo在台灣網路產業的一個成功嗎 好 所以 另外一個 這個是剛剛講過 希望他好聞讓他會自己長腳 因為 很快就 很第三個很高效率 被很多人看到 那 knowing的目標就是 我們希望 在 每個人的手機的螢幕的第一頁上面 能是成為你的一個 新聞 資訊跟內容的入口 也就是一個 入口的概念 所以這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目標 我們希望不只是 它是一個媒體跟社交的平台 我們也希望能夠找到更遠的社群 跟影片的下載 好 謝謝各位 你們的介紹一下 大家可以掃到QR Code 或者是在Google可以搜尋 Noy 謝謝 好 謝謝Yahoo 執行長 那我 我先提一個問題 等一下 我再請 跟Yahoo 回答之後 再開放個信息給各位提問 我想提一個比較 Hall school的 比較老派的 因為我們這個 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 長期以來 我們之前比較多的 其實像是 了解科技 以及了解客戶 福安的需求 媒體出身的媒體 也是非常非常少 那我們過去 找了大多數的 獨立媒體工作者 都是 整種的生產 content 那 甚至會 心目中已經future 我今天是要寫給這些人看 但這些人的target 你的target是非常的小 他可能無法 長期的支持你的 這個獨立媒體的夢境 所以 在獨立媒體人 跟我們的使用者之間 其實需要更多 更有科技概念的平台存在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大家 這兩年 非常 很多獨立媒體會complain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自己很辛苦的 產自一個東西 那些莫名其妙 就跑到我們 某個內容農場 產品出現 完全沒有經過我授權 甚至我寫信 跟他concent 對方還愛你 比如說 我今天看你的東西 給你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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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的核心概念 就是 None有一個企圖 成為一個比較策展型 就是 我把一個東西 更有效率 更有品質的把它包裝出來 然後很精確的到使用者的身上 那個中間如何跟 我們一般所concent 內容農場 所以內容農場就是 他自己不產製的東西 可是剛剛 那今天講太說 他們的團隊主要都不是記者 而是 我跟我授權的新聞媒體合作 我把你的東西再重新再產製 那我就很好奇就是 那你們所生產出來的東西 跟內容農場的區別是什麼 這是我的簡單的問題 我分兩個程式來回答老師的問題 第一個程式 我認為媒體這件事情 Media它不分時代不分產業 它一定要擁有三個價值 第一個是社會價值 第二個是商業價值 第三個是文化價值 可是不管在台灣或在各個國家 那同時能夠滿足這三個價值的媒體 其實是非常罕見的稀有動物 我們在台灣最大的一週刊 最大的蘋果日報 它有很高的商業價值 因為它很賺錢 可是可是它很難做出有社會價值 可是它很難做出有社會價值 它有很高的社會價值 可是我們不會說 一週刊跟蘋果日報 是一個有文化價值的媒體 那同理 我們現在台灣有很多獨立媒體 也有滿多的新的小眾的雜誌出來 它有滿高的文化價值 可是可是它很難賺錢 可是可是它很難做出有社會影響力的內容跟議題 所以這個是我們做媒體 不可能不考慮這三個面向 那只要我是一個公司 我們就有盈利跟獲利的壓力 所以必然是商業型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也看到有些新媒體 或者是我們非常期待它是基金會 或者是NGO的形式來出動跟啟動的 那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台灣能夠有這麼好的一個形式 能夠改變台灣更多的媒體生態 因為我們這十幾年來 台灣一直在講媒體批評、媒體改革 可是我們只看到我們收看的電視節目 我們看到的即時新聞它是每況愈下的 我們內容產業永遠覺得說 今年是最低谷的 沒想到明年更低啊 那這個是大家每天都在媒體批評跟媒體改革的一個狀況 所以不管是none這樣子的一個嘗試 或者是更多新媒體的嘗試 我都認為是非常非常有價值的 也希望能夠改變現在台灣每天亂想的一個方向 那第二個是回答老師的問題就是 我們跟內容農場的差別是什麼 我們做的是news 我們做的是新聞 內容農場你常會看到說 小狗、小貓、吃吃喝喝 很多的東西嘛 充斥著你的facebook的動態消息的頁面 那我們現在每天測等的東西 第一個是 我們做的是病毒式的奇事新聞 我們分據當天發生的新聞來加上 我們年輕世代、年輕編輯的視角 加上我們年輕世代的分析 加上我們年輕人的觀點 甚至是一個懶人報 一個整理式的新聞 它也是我們年輕編輯代做的一件事 我們之前在八仙城報的發生的當天的晚上 我們就做了一個就是 你雖然你是一般人 可是你可以為八仙事件做些什麼事呢 我們整理了五個方向 在當天晚上包括 你可以去捐血 包括你可以不要去急診室看病化好 那這個是我們當天晚上就做出來的新聞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APP還沒有上線 我們把我們的文章授權給 Tech Orange 不是 Buzz Orange就是他們另外一個站 當天晚上立刻就有一萬多個分享 這個也蠻令我們驚嚇的 驚呆的 第一個是我們做的東西是news 那內容農場 containfunk他們的固定是news 那containfunk現在的問題 其實也被大家 逐漸的所發掘 那幾個主要的內容農場的網站 它的流量 我自己觀察其實也有明顯的下降 不管是GIGA CIRCLE 不管是BUM01 不管是TIP 其實都有蠻大的疊 然後我們出現在 我個人的臉書的 動態消息的這個比率也越來越低了 包括香港也有在抵制一些內容農場的運動出來 請大家回答路上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開放給我們心臟的朋友 因為在做很多的媒體人 那些資歷都非常的深厚 然後有很多科技人的場面人員 所以各位可以從各個方向 進來提問題 我們先收集幾個問題 各位朋友 想要先 OK 面積要提問題 面積要提問題 我要拖音 有臉字了 還有沒有 再來一個問題 好 第二位有問題 那我先請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剛剛在講的時候 您有拿出說 台灣前五大的那個搜尋 就是 常用APP 跟中國前五大嗎 那台灣我記得的是 我只記得有臉書 然後有LINE 有Facebook 有Google 然後還有另外兩個 我忘了 一個是你們希望有你們的APP 那 中國的話是微博跟其他四個 我有點忘了 那 可是我想問一個問題是說 台灣的這五個 能跟中國的這五個來對比嗎 因為台灣的五個裡面有三個是被封鎖的啊 這樣子 這樣子 應該說比較應該是要站在同一個方向來比 是說台灣開放的 中國也開放的 我們來比說 兩地的使用者人數 譬如說同樣的體育類 商業 影視 這些東西來相較對比 應該比較能夠 真正的比較出來吧 然後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說 就是說 近年來中國 中國他們 大概都是用什麼方式來 獲得他們的網路咨詢 的一些使用資料 比如說 是用什麼網站 然後是用什麼方式 然後 有沒有被控 有沒有 大概官方會控制多少 因為我想說 你應該在中國也有工作經驗 所以想要問你 這兩個問題 謝謝 謝謝 我再轉換你第一問題 我再補充一下 就 因為 因為 Facebook 這些 甚至那些Google 現在都會比較豐富 那 其實這也是在挑戰 或者Knowing 因為剛剛 楊智英說 Knowing 不只是希望 要進入香港是相對容易 要進入中國 基本上是很困難 例如說 舉個例子 香港成立一個新媒體 在官傳媒 它要做手機端的用者 用戶 剛開始已經中國已經是表演了 而且它還是香港的 香港的 在地的媒體 更不要說 今天Knowing是從台灣出發 只要開始上下立一個 就被控制 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 這是燕傑的問題 幫他找 先回答老師 剛剛這個 一起吧 我再補充一個 因為像台灣 熱毀最新鮮的媒體 中國時報 在中國也不能看 有時候可以 有時候不行 對 因為我爸爸常常去中國 所以 然後他家 他老人家又接受老的教育 所以他都看忠實 他都說忠實不能看 所以我就想說 這樣子的比較 真的是公平的嗎 對 我先回答老師 剛剛這個 專門一直被人家 結果也是親中美 結果他立刻就被封了 然後我們這些好朋友 他們就說 這個表現就沒了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確實證明了 老闆這件事應該沒有 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 那剛剛那個圖 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這個 我在這邊完整講一下 就是 其實每一個人 你現在在手機上的功能 第一個 我們講Facebook什麼功能 Social 社交的功能 LINE是什麼功能呢 IM 也就是即時通訊的功能 那 在台灣我們沒有Facebook 用LINE 但大陸是用 基本上是用微信 他滿足 同時滿足的社交跟 Social的兩個功能 那 第三個是 我覺得大陸的例子是 大陸是來用 今日頭條看新聞 然後我們在台灣 剛剛我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是問 他在手機上用什麼 APP看新聞 其實我們 得到的這個Feedback 其實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們希望 Knowing在台灣是做到 成為你的新聞的入口 因為新聞 我們在你的手機上面 新聞資訊內容 是一個剛需 是一個 硬需求 可是我們現在 在前二十名 前三十名的APP當中 只有只有一個 是內容 也就是病危日報 哇 我說前三十名 的APP 竟然只有一個是 新聞跟資訊相關的 在我 樂觀的期待之下 我認為有兩個 有三個 有四個 是新聞跟內容內的APP 在前二十名 前三十名 是我一個非常樂觀的 一個期待 那我當然會說 Knowing一定可以成為 這兩個 三個 四個 那我希望會有更多的 這個 這個 新媒體跟APP的套路 那它是能夠 讓我們在手機上 能夠更好看到新聞的 這個 這個入口 那這個是我剛剛那張圖的 一個 一個比喻 那這個可能沒有 沒有 台灣人的說明 那剛剛 講到的是 大陸對 新聞的管制 這件事情 它在政治 在 在 國防 在 外交 在這些 主要我們理解的 這些新聞的 censorship上面 還是很講義 我們講 習大大 包括最近越冰 九月三號越冰 我們講 這些東西它還是 越來越收緊的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在這些 新聞媒體的censorship上面 然後昨天有一個笑話 他們說現在 全世界只有四個地方 是封鎖Facebook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笑話嗎 就是 伊朗 我也忘記其他人 你知道 最后一個是 伊朗北韓 然後 最後一個是其他國家 然後他說 我們中國現在叫其他國家 因為這個 這個新聞的 這個 撰寫的 它想要避過這個事情 我們大家就 馬上變成大家 這個亂傳的一個 這個 非常好的一個病毒 中國現在叫其他國家 所以這個censorship 其實 我們 從浮溫到現在 洗禮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是沒有太大的改變的 甚至還越去 收緊 包括我去年在廣州 大家也能講廣州是 廣東是這個 媒體相對開放 跟我們想要感言好的 以南方系跟這個 南方的廣州日報這些為代表 可是可是 在去年包括 21世紀報系的一個 這個 貪腐案 21報系的這個 審號總裁 被抓起來 還在中央電視台 有一個懺悔的現場直播 我們看到這個 不管它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在幕後也都是推測到 大陸對於言論管制 是越去收緊的 那這個是 非常明顯的這個 這個事情 那特別在我剛剛講政治 軍事外交這些上面 是不容質疑跟挑戰 可是可是 當我 常常在大陸這幾年的時間當中 我們看到在這幾個領域之外 你知道現在大陸有多少時尚長字嗎 大陸有多少時尚的媒體 大陸現在去各個地方的這個 有一個時裝週這個Fashion Show也好 看到一票大陸的媒體去了 然後第二個是 上次我們侯島 洪少賢導演在坎城 拿到的這個大獎 念一娘 這裡面要上映的 然後有幾個台灣 難得難得去的記者 我在寫的部落格 還是在那邊寫的部落格 他說 哇 以前我們台灣媒體去坎城 你看到沒幾個大陸的 沒幾個大陸記者 現在大陸的記者是 整團整團去坎城的 整團整團去奧運的 整團整團去一些 國際性的這些活動跟賽事的 所以在被侷限跟前置的領域之外 我們必須要去正視大陸在 其他領域的媒體的發展 跟這個願意投入的這個 資源也好 資金也好 跟人力也好 包括包括最近台灣 我們有美角雜誌創刊 那這個美角的 沒有沒有沒有在那邊 喔是是 看到那個 在這社會的幕子上面 他們舉到了一個大陸的雜誌 叫新事件 結果這新事件好是不是 是我以前工作的公司 所發行跟出版的 他說他非常訝異於 大陸有這麼好的一本 創意的雜誌 新事件 那因為 以前老闆知道 我也在那邊 驕傲人在稱讚新事件 我們都覺得說是誰會在看 沒想到現在台灣有人在看 這件事實在讓我太驚訝 我說新事件在大陸 我都沒有碰到我朋友在看 然後他發行量非常少 我發行量非常少 只是我老闆 他是佛心兩者 來做這個文化跟創意的雜誌 對啊 那 我們在大陸看到 不管是文化創意 不管是電影 不管是時尚 其實他在 這個被 牽制的一個大方向 跟大可決之下 其實 他們也 長出了 花落 這個是我自己在大陸的一些經驗 跟大家簡單的分享 好 第一個問題 現場還有其他問題 好第二個問題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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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姊長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剛講到 NOIN 它定位是一個新聞方面的 策展型媒體 那我們講到策展 並定有它所謂的 策展的角度 那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那對NOIN來說 所謂的 策展的角度 是什麼 那對NOIN來說 有價值的新聞 又是什麼 那個標準 大概會在那裡 我先簡單回答這個問題 好 還是要密集 密集要密集要密集要密集 這樣我會忘記 因為密集太好 所以 我剛講我們現在 年輕人做的新聞 有了 很大一個重要的方向 是 年輕人的視角 我常常自己覺得 台灣的媒體 第一個是 通知化 的問題太高 一則新聞出來 大家互相 那第二個是 想像力太差的問題 就是沒有什麼 新的創意 或是新的角度 來看一些 新聞 世界 而且 我常講 不管今天是拖拖也結議 啊 不管今天是 發現 不管這些重大的事情發生 他是一頭大象 可是我們台灣的媒體 王王只看到了橡屁 那 他就看到橡屁子 然後就開始寫他的 就永遠大家都在講橡屁子 可是沒有人去看到橡屁子 看到橡屁子 看到橡屁子 看到橡屁也好 所以很多的新聞事情 你可以是從不同的角度來 看待跟處理的 可是我們看到台灣媒體 這幾年的問題就是 他視角非常的單一 然後同時性格都不太高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也導致了 很多傳統媒體 他跟年輕時代的距離是 越來越遙遠 我也常去學校演講 我們看報紙不看雜誌不看電視 我們就在網路上看什麼呢 那網路上看了 我們剛剛講 我們採訪的一些意見影秀 真的是很有趣啊 可是這些人 從來不會在主流媒體上面 出現過 我們去採訪 掰掰咻咻 大家有一次 掰掰咻咻的粉絲性舉手 你是122萬人中的一個 掰掰咻咻 在台灣有122萬粉絲 可是多數的 不知道他是男的還是女的 真的 我覺得每畫一幅畫 在Facebook上面有幾千幾萬個站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對 其實我們在做的是這個方式 我回答到你們 今天扯遠 乘到拜拜就不覺得 好 那謝謝總監 請教總監兩個簡單的問題 今天是 東益 在東益上有很大的優勢 那新聞有兩個優勢 第一 這個實驗 就是他累積起來像資料庫的賣通 是為了什麼新聞的優勢 請問東益有沒有想在運用 為了這個資料庫的特性 有想要用嗎 我都想要怎麼用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會不會我想的 會不會有這個 會不會有這個 我很好奇 就是 因為諾影看起來在台灣是 還有空間 如果有Facebook 有的用戶 他在Facebook上 加了很多傳統媒體 對外來講 Facebook看新聞很相當充分 那我弄一個 這個第二個問題太重要了 太寶貴了 現在台灣有多少年輕人 是不看任何傳統的媒體 而直以Facebook 作為他唯一的新聞資訊 跟內容的來源 很多很多人 他每天只挖Facebook 這個已經是現在 過去已經發生的現象了 他每天不會去特定的新聞的網站 跟特定的新聞的APP 來看新聞 這個是已經發生的 所以我們 衍生出來的另外一個問題 剛剛跟子彥哥在聊 就是 你的資訊跟新聞的來源 完全全被Google 被Facebook給 限制 跟掌控 跟主導 大學生做一篇作業出來 結果五組裡面 有三組都做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從Google收來的 所以大家都是重複嘛 因為你能夠收到的東西 其實 因為Google的推薦的系統 有算法的系統 是被舉薦成這樣子 所以第二個 剛剛這個問題太重要了 所有人其實 很多很多人 已經不會去特定的新聞網站 他每天就一百分鐘以上 就是只看Facebook 推薦給他的公司 Facebook滑出來的島上 這個是完完全全的一個現實的狀況 所以這個導致什麼呢 導致我們做媒體 我剛剛講 東升新聞雲 已經成為台灣第一大的新聞網站 他的Alessa排名是第一名新聞類 可是他有80幾 將近90%的流量 是來自於Facebook 也就是只有10% 甚至更少的人 是把東升新聞雲 建在他的書籤 我的最矮 還有我剛剛講 下載跟使用東升新聞的APP 有人把東升新聞雲 就建在我的書籤裡面嗎 沒有嗎 有很多人建立 蘋果日報 有很多人建立 很多人建立 可是東升新聞雲 已經超越他囉 主要的流量 是來自於Facebook的導流 所以 所以現在大家非常 剉的一件事 非常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Facebook自己 要做一個東西 叫Incent Addict 也就是他 不會再導流到你的 某站去的 而是他把所有的內容 聚合 集結在Facebook的頁面上面 哇 所以所有的新聞都剉散 不好意思 我用這麼粗粗的 這個 這個詞來講 這件事 真的是剉散 你會想 東升新聞雲在一夕之間 他可能從台灣第一名的新聞網站 而少掉百分之 將近九十的流量 這個同理啊 聯合報 同理 中時電子報 同理 自由時報 他們一定有多少流量 是從Facebook倒過來的 因為所有人都在畫Facebook的動態消息 然後他們直接進入了 東升新聞雲的一個 某一個內文頁 看完這內文章 就把它關掉 再回到Facebook去 再連到自由時報的某一個內文頁 而不會到自由時報的首頁 網站的首頁去看 今天到底自由時報的哪些 這個新聞到底有哪些 所有人都是一次性的購買 進入內文頁 關掉 走人 所以這個事情是已經發生了 所以 你的內容已經不再是你的內容了 對啊 那也就被內容農場 也就被Facebook給取走人 所以 單純的靠 內容這件事 來取得廣告 取得流量 它都是有嚴重的 這個問題 在那邊 那現在所有傳統媒體都那麼糾結 都那麼 煩惱 就是因為這些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解決 他害怕 你的文章 就被人家取走 被人家取走 被人家取走 他害怕我們的流量 就被Facebook給取代了 東西是我們最好的例子 所以我們 在一開始一開始 就把這件事情想清楚 我們希望 不要糾結 而我們去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 第一個問題 問一下 如果是哪裡 不會 外門的資料庫嗎 其實這個東西沒有太大差別 其實我們所有的資料跟推薦的文章 都是在一個大數據的一個雲端上面 它沒有因為你的閱讀的渠道是在外門或在上 所以它所有東西都在雲上面 這個沒有太大的問題 talked about 手機的網頁 你說手機的網頁是不是 手機的網頁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做APP的一個原因 因為你現在從臉書過來 我剛剛講的那些文章 就是看到單折新聞你就跑走了 你就離開了 那我們的做法是 我希望你能夠每天打開我的APP 然後看到我精心為你推薦的這些文章 不管政治不管社會不管財經 是我依照你個人的興趣標籤 跟你個性化的一個需求來做推薦的 所以這也就是回答你剛剛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用戶每天或每一兩天要來打開我的APP 那是因為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我希望你有效率的去接收到你想要看的文章 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做一個APP的一個價值所在好了 可是做APP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所以沒事不要做APP 真正的 就跟台中市政府一樣 七十幾個APP 因為你做出來沒有人去下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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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度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謝謝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這個問題可能可以稍微見面一些 就是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的就是說 那個 關於跟內容的產品這件事情上 我就覺得說 我之前看到你的網站內容的時候 會覺得 大概就是我兒子做APP的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它是去收集別人做好資訊 然後再去想修進的資訊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是缺乏自己採訪的這個部分 所以它是報道 但是它是現意引人的成果報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二手報道 然後有時候再加上自己的觀點評論部分 我不知道這裡可能也會有一些跟我算是同個年代的BBS中度使用者 所以可能就會提到這個詞 就我覺得很像P2個版 我覺得很像在看一個PT 可能對比較常用BBS會知道 它就是PTT的系統 但是個人版面這樣子的東西 它給我感覺很像P2個版 就是說我可能從好幾個地方看到相關的一些資料 一些報導 然後把它放到我版上 就是有人當作一個懶人包 然後我自己做一些評論 我的觀點是什麼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樣的東西 對我來說 它作為一個媒體 是稍微少了一點什麼 就是剛剛你談到 就說真的還談到那個 在跑酷裡面談到 就說讓好的內容可以傳活 好的內容可以就是被傳活出去 但是 如果我們認為內容是一個媒體的根本的話 那這個好的內容我覺得還是一個關鍵 就是當然那個Business Model非常重要 對那但是 目前為止 我想要知道 就是說 那麼你要怎麼樣去採出所謂的好的內容 那那個當然我覺得好的判定是非常主觀的 那但是 但是 錯維就是說一個媒體工作者來說 我還是會認為第一手的報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那 所以你想要看 你想要聽給你談一下 就是說 你怎麼看這件事 好 我就直接回答 這個從三個角度來說 第一個是 我們 採訪很多人 我們做很多的採訪 採訪是絕對有其價值的 我自己在第一線當機的做了15年 所以我剛剛舉了有一些例子 不管是我們在 雙煙爭議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愛河都還沒上線 我們 第一手獨家採訪奧森這些 然後他跟我講 就說這些名嘴啊 這些科皮啊 甚至找他的一個過程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送錢給蘋果日報 然後當天晚上 哇 就有了 我記得是將近十萬的點閱人次 結果結果 第二天的中國時報 還引用了我們採訪同志前的 這個 這段話 跟他講的 事實的這些還原的過程 所以第一個是 第一手採訪的價值 這個是無庸置禮的 這也是我從事媒體行業這麼多年來 堅信的一個信念 那第二個是 我們最近也做了很多人物的採訪 包括剛剛我講的Freddy 包括我剛剛講的洪池優 林之誠 這些文章 除了在我們knowing之外 我們也授權給其他很多的媒體來刊登 跟使用 這個也就是我剛剛講好的文章 其實它不應該有壁壘 它是應該很容易被分享的 不管你在我knowing的網站上 或在別人的網站上所看到 所以這個是 我們認為採訪的價值跟第一手內容 絕對有其必要性的 那第二個是 呃 秤展型的媒體 我舉例子好了 比如說大家可以告訴我 關鍵評論網每天有多少自產的文章嗎 80欧文 現在80欧文局的人 流量遠超過關鍵評論網 已經將近100了 誰知道80欧文局每天有多少自制的文章 一天20條沒有一條是他們 幾乎沒有一條是他們自己寫的 全部來自於其他授權的這些媒體 或是他做一些撤展的東西 讓他重新下一個表題配一個圖片 以更容易被分享的方式被傳播出去 所以我舉的例子是 撤展型的媒體這個東西在台灣 或在全世界包括大陸 其實它已經是一個非主流的主流 不知道這個用詞是不是恰當 那撤展型的媒體 它的價值、流量這些東西 其實在你我的Facebook上 動態消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我覺得 作為一個撤展型媒體 因為我本來不知道這個字 現在我知道這個字 我好像也被規定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就服從這件事 那第三個是我們便利團隊 確實確實非常的年輕 年輕到我都不知道怎麼跟他們溝通 真的 他們講一個東西問我 我都要頓三次 我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他們喜歡的藝人是誰 他們看的電視節目是什麼 然後我這個我都 完全發現了我這個世代 跟這個老人化的一個現象 對 那因為他們都非常的年輕 然後我們 也都還在一個 學習跟嘗試的過程當中 所以所以我們每天都發生很多的錯誤 然後我們自己成立了一個 兄弟會的一個Facebook的社團 那我們裡面現在已經有三十百個人 這個社團的成員 那這三四百個人 你知道他們每天都幹什麼嗎 他們每天都幫我們儲報 然後 他知道遺傳媒 常常每個禮拜或每個月會辦一個儲報會 也就是 這個 總編輯請了二三十個讀者 坐在一個小房間裡面開始罵 因為我是不知道這篇文章寫得多藍 一直都看這邊 多沒這樣子 我們叫儲報會 這個是香港過來的 然後結果我的這個 三四百個社團的成員 他們每天就在罵我 你們這個東西的文章 應該要葬起來 然後那個時候 你應該要葬起來 然後每個人都講很多 我認為我非常感激的 批評的話 因為他都在督促我們 年輕的記者跟編輯 想得更完善 再撰起來更完善 能夠滿足更多的對我們的高度的期待 好 不知道這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對 我想請問的是 剛剛那個 國際化 剛剛就是 剛剛說國際的新聞 都有提到 就是說 馬上收視率馬上就降了 那這個國際的 第一個 他 有沒有可能 讓這是一個非常負面的消息 可是他有沒有可能說 這樣的影響 對國際新聞的不重視 可能也 可能是另外一個想要轉變的奇跡的可能 有沒有考慮過說 他其實可能 我們可以怎麼樣轉變 這樣的趨勢 可是另外一方面 剛剛提到的 像大陸 就是中國那邊 他其實現在 在他的缺口 沒有被 其中沒有被管制中的那個 對國外的藝文界 時尚界等等 這種軟一體的興趣 非常的高漲 那比較之下 你覺得這樣的對差 一方面台灣本島裡面 對國際的 越來越有所知 會有越來越封閉 另外一個在那邊 大大的開放 那這樣的一個對差裡面 你看到什麼樣的 可能是危機 可是還是可以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台灣這幾年 國際新聞 我們知道包括地球突擊隊 包括成文現在很早做的 文件世界周報 我覺得文件世界周報真的是一個 非常神奇 也非常值得尊敬的一個 它改變了整個週日晚上 大家看新聞的習慣 現在三立也做消失的國界 民視也有期 國際新聞的時段 哇 我們這個一個禮拜 大家都不看國際新聞 結果到禮拜天的晚上 禮拜天的晚上 大家都來看國際新聞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 尊敬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我講 像地球突擊隊 我們也有蠻密切的交流跟合作 那他們做得辛苦 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都相信 台灣人需要更多的 國際化的新聞 然後知道更多國際的動態 可是確實我們面臨的是一個 堅困的一個收視跟環境 做國際新聞 現在每天15% 20%的國際新聞 那個觸解率跟分享率 就是相對的是 教底的 那我們希望用更多的方式 能夠讓這個國際新聞 能夠被轉發跟被分享起來 這個是我們在嘗試的一個過程 所以比如說 前兩個月 英國有一個20歲上下的一個大學生選上的議員 在斯卡蘭 我們那時候的討論是 長得還蠻漂亮的 我們要不要說 你是正妹議員 就我們內部的年輕的同志 我們在討論 長得還蠻可愛的 我們說正妹議員 刷新的英國的歷史成為 最年輕的一個議員的人選這樣子 對啊 那這些都是我們在討論的 那目的還是希望 能夠透過我們的策展 或我們的詮釋 跟我們的視角觀點 能夠讓這一則國際新聞 被更多人看到 就算是多一個 我都覺得是很高興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盡量能夠去 因為正妹議員 只要提到正妹就很容易被分享 對啊 這個是非常現實的一個事情 對啊 可是我們希望更多的這個 我們自己撤展 或者是下標 或者是圖片的這些方式 來提到這件事情 然後又能夠守住一些 新聞老師跟這個大家的這個要求 那我們回答到你的問題 好 好 你先從後面的那 可以嗎 好 仔細老師你好 因為你們剛剛提供 就是主流媒體的東西 統治性太高 視角太單一吧 然後你們剛剛 其實你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裡面有資質的內容 但我應該算是農民 蠻忠實的資質問 我大概知道 大概沒有 非常多的都是 的內容都是 像你剛剛提到的那種 策展性的新聞 那 因為你們沒有自己的記者 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就是 你們就是用你們口中這些 就是 的主流媒體的資訊 來做新聞嘛 那你剛剛說 他們的觀點 統治性太高 觀點太單一 那你們要怎麼做出更新的觀點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 剛剛您提到就是 你們跟內容農場的差別 但是就是 像我就是 剛剛有人提到說 那如果我直接訂閱 主流媒體的臉書 那我不是直接可以看到 他們的資訊嗎 那你提到說 內容農場 他會搶走別人的流量 但是 我剛剛就稍微 很快速的看了一下 觀點太多 他至少還會引用 就是 他們報導來源的連結 但是 我看到Lowin的內容 好像就是直接改寫 就是哪個報導提供的 那這樣子 你們是不是也在做 就是搶別人流量這件事情 好 然後這是我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一個號稱要做 Mobile時代代表這樣子的媒體 但是 你們的粉絲數人數好像 不是很多這樣 然後我好奇的是說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 你們 你們熱門的這些文章 都是來自 可能蘋果轉貼 或是 Buzz Orange這樣轉貼 那 你們有想要提升 你們的粉絲人數嗎 然後你們覺得 現在的人數 因為好像只有四千多人 那沒有辦法提高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你們想要怎麼做這樣子 這個 這個問題非常大 就跟一個大象一樣 對啊 我先回答第三個問題 可以告訴我 關鍵評論網站的粉絲數是多少 一個查一下 一個查一下 確定 然後你確定幫我看一下 他最近一篇文章的戰術是多少 我知道應該也有十二萬吧 對不對 然後最近 他平均的一個文章的戰術 大概 是 十位數 通常在十位數上下 能夠破百位數的 不好意思 那個 關鍵評論 粉絲人數 將近二十六萬 是二十六萬 不好意思我記錯了 那你幫我看一下 他最新一篇的 按讚的人數是多少 最新一篇文章上 最新嗎 就是二十個 二十個 再下來 差不多就是這幾個 再下來 再下來 三十六 四十四 三十六四四 然後 四百一十二 四百一十二 七十二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第一個是你的粉絲團 粉絲數 其實都被Facebook所前置住的嗎 你現在你刷你的Facebook 大家現在拿出你的手機畫 前四條文章裡面哪一個是粉絲團的文章 可能十個裡面沒有一個 所以第一個是粉絲專業這件事情 在Facebook現在的算法之下 它不是一個優先的方式 它還是會讓你先看到你朋友 去哪個餐廳喝喝咖啡的動態 所以第一個是粉絲專業這個事情 這個是現在所有的小編 不會大家不只是我們 所有的小編都面臨這個問題 粉絲頁的權重 那一篇文章觸及的人數是很少很少的 這個是所有小編的困擾 然後大家每天都坐在家 所有小編都把怎麼樣提升這個 這個觸及的人數 因為主管每天都看著粉絲專業的這個 洞悉報告 洞察報告來 來批評跟來罵小編 所以第一個是粉絲人數絕對不是我這個優先的考量 我們現在考量的是我們的下載量跟我們的DAU 也就是每日活躍的用戶數 以一個APP來說 所以粉絲數絕對不是我們這個重要的提升的方向 特別是你現在Facebook是被一個前置住的狀況 那 這是第三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跟主流媒體的關係嗎 是不是 不好意思 第二個問題是關主的關於流量 喔 流量 對 對 那 我相信大家在進入這個 因為我們才上線一個月了 大家在進入這個會議室之前 應該沒有人聽過NOYO吧 我如果能夠搶到任何一點點的流量 都是大家太高估我的 對啊 我們搶不到人家的流量 我今天不是GIGA Circle 我今天不是Teaper 他們真的是搶主流媒體的流量 他們真的是搶主流媒體的流量 這個 如果大家對我在流量上面 能夠有一絲的期待 我覺得都是高估我的 那流量我剛剛也講了 我們不重視流量 我們重視我們的是下載量 跟我們的 每日活躍的用戶數 這是我們APP時代的 一個新的概念 就跟我 剛剛沒有講清楚 其實我對Facebook其實 它只是我們新聞的一個渠道出口而已 它不是我的全部 第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就是你們民主流媒體的產品 裁單 依然是同確用他們的數 開出新聞 這些點 所以第一個是我們希望 今天 中國時報的頭版得到 誰可以告訴我 沒有人知道 今天中國時報的頭版得到 他在批評我一個朋友 叫做戴基泉先生 也就是波多野傑義的這個 不能說他是始作俑者 今天 頭版頭條說 戴基泉是的 中國時報 我說 我的朋友都已經可以上 中國時報頭版頭條 然後我還在 當這個 剛剛創業的創業者 對啊 那你有沒有看 聯合報怎麼罵他的 蘋果日報怎麼罵戴基泉的人 你有沒有看 其他的報紙 因為大家都是同一個 同一個角度在罵他 有沒有罵得更有趣一點的人 對啊 我希望 如果我們要罵一個人 也可以從多角度來罵他 而不是大家都說他失德 說他這個 怎麼樣怎麼樣 我希望有更多角度來罵他 這個是我講的 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對 那我希望讓傳統媒體 因為 現在罵人的 都好像只有一個角度來罵人的 那我們希望 我們罵的方式 能夠 多一些方式來罵他 因為我可能 略為了解他一點 對 這個人還會說 這個人 不好意思 所以 我們希望 刺激啦 不能說 因為 太多 本來就是 記者的這個 第一手的事實 還是在傳統媒體上面 他們有這麼大的編制 包括中方社 那 中方社的新聞 一直是給到各個媒體的使用 當然 各個媒體 有些有去買中方社的新聞 或去 沒有買的 這個情況也蠻多的 對啊 那這個新聞只要一出來 其實就 不再限制於是這個媒體所擁有的產物了 一個新聞被產自出來 一定就是 希望大家會看到 對啊 就像 就像之前我們跟律師聊到這件事情 那個 復興航空墜機的時候 有一張 刷過環東快速道路的一個照片 是被某一個網友的行車紀錄器拍到 然後就整個 肌腹是吵過來 然後刷到那個計程車嘛 那個網友很有趣 他說我不授權給 萬萬中時集團的媒體 萬爆我不給 中時我不給 中天我也不給 可是不可能啊 然後 我忘了律師 我就說這個 照片的拍攝者 可以這樣主張自己的出作權嗎 律師說不可能啊 因為只有你拍到 而且它又是一個 唯公眾必須所知悉的一個事實 那我看到的是在這個 YouTube的畫面之下 有一大票的記者就去申請說 跟他使用授權 那從著作權的法 著作權來看的話 這個東西其實 這個網友不能夠這樣主張他的 著作權 而 媒體 都是可以去 引用跟轉載他的這個照片 這個是從著作權的規範來講 對啊 所以一則新聞被產生出來之後 其實是不是還屬於 這個拍攝者 這個記者 或這個媒體 這個是值得討論 對啊 那 我們相信台灣的著作權法 是很完善的 對啊 對 好不好 好 再問瑞瑩 那其實長您好 跟你 就詢問的比較俗氣的 對 就關於 那假如你這樣怎樣 NOWIN在廣告這一塊 我要怎麼拿到 另外還有 還有一個是 您有沒有考慮業配文 對 用業配文來做操作 因為這樣子的話 不然很多東西都被Facebook說 全部都被綁住的話 業配文是不是一個 可以成為 就是說 App 它成為一個 一個籌口 這樣 業配文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原生廣告 你叫做Native Apps 你今天打開關鍵評論網 怎麼又講到關鍵評論網 不好意思 瑪利歐不好意思 你打開Yahoo 我們現在有多少原生廣告 雅虎還每天在打廣告說 我們是台灣原生廣告的權威啊 所以第一個是 我們認為業配文這個 過去的這個說法 或這個做法 其實它已經來到了一個 必須大家重新正式 或者是來到一個轉換的一個 時代 我們現在講 怎麼樣做一個 會被分享的廣告 是我們Native的方向 昨天昨天 Youtube公布了 上半年一個 最大流量的一個 Videos 大多話講到視頻的廣告 大家知道是誰嗎 六百萬次的點閱跟 收看 你可以告訴我 誰 台灣大哥大做了一個 ABS Long 的一個 唐伯虎點秋香的 小孩子的版本 哇 這樣六百萬次的在那邊看 一群小朋友跟那個 太師在那邊 敲碗 六百多萬次 大家覺得好開心喔 好有趣 還去幫台灣大哥大分享的 這一個 Videos 在他的 使用者的Facebook上面 哇 我覺得這個 這廣告實在太偉大了 大家不僅 耐著性子 把這幾分鐘的Videos看完 看完之後 幫台灣大哥大分享這個廣告 這個是太有趣了 那我舉國外的例子 是葉佩文 或者是這個東西 我們不能再用原來的定義 來看這件事情 是 以美國的巴斯比來說 好了 他們去年做了一個廣告 他 有一個清單體的文章 他說 從飛機機章拍出去的最美的27張照片 他就有很多看到氣氧 看到晚霞 看到這個 早上的太陽 升起 他最下面寫了一句話 叫做 西南航空的sponsor 也就是這一個27的這個 機場拍出去的照片 那整個文章 是由西南航空所贊助的 再舉關鍵評論網的例子 你現在會看到關鍵評論網 有些去宜蘭一定要玩的 7個地方 去 台中一定要去的8個夜市 最下面最下面是 某一個台中的旅館 宜蘭的旅館 說sponsor 哇 我說 這明明就是葉佩文 怎麼還有人幫他分享 跟 傳閱跟轉發 所以我們認為 傳統的葉佩文 這個概念跟做法 跟操作的方式 其實他都已經來到了一個 重新討論 跟不能再用刻板印象去 看待他的一個 新的時代來 好 還有其他朋友 沒有提問的 大家也知道我們 用執行長 非常的open 所以各位有什麼 尖銳的 我想要知道的更多訊息 因為他在媒體界 真的蠻資深的 想知道一些 目前發展的現況 關於台灣和中國 其實都可以問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你在台灣 香港和大陸 都有所謂媒體的經驗 那我想請問 雖然現在還看不出來 那 您覺得在未來 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 大型的媒體習慣 是可以 影響力 是可以擴解整個華人圈 那 如果要做到這一點的話 最大的困難可能會是什麼 我去年在跟 我之前的老闆 叫邵仲 也就是現在想問的 這個 創辦人在講一件事情 他竟然不知道 他現在發現的雜誌 是在兩岸三地 都發現 在香港和台灣 他有四本雜誌 第一本叫做 Volver Business Week的中文版 第二本叫 號外雜誌 也就是我們 張鐵志老師的 過去答案出編的雜誌 第三本叫 Good Life 他是跟法國 申請授權的一個 生活類的月看 還有雙月看的方式 一四本叫做 A Newspaper 也就是 他跟英國申請授權們 代理的一個 國際性的藝術的刊目 A Newspaper 所以他現在在 台灣跟香港 有四本雜誌 是有發行的 然後他在大陸有十幾本雜誌 他自己不知道這件事 是我提醒他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超出 一些台灣三地更多的活動 可是因為他在台灣 發展有受挫的經驗 所以就沒有禮物 這樣子 所以出版物這件事情 黎智英在香港 因為台灣很成功 他能夠進大陸嗎 當然他政治立場 有問題 或是其他的問題 台灣 之前也有一些雜誌 想要去大陸發展 就是後來都滑鐵 有想要去香港 所以我們看到在 出版物 就是實體的 不管是報紙跟雜誌 或者是電視 因為電視你要取得頻道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在傳統媒體是非常難做到的 我先回答這個問題 可是可是 在網路跟APP的時代 他是很容易很容易做到 在端傳媒被封鎖的前幾天當中 哇 我有一對大陸媒體的朋友說 欸 端傳媒是在搞什麼啊 他們知道我最近回台灣 還知道我現在在香港帶來的認職 我正好端傳媒的幾個負責的 包括張傑庭 包括PET 包括 之前我們的實習生 都去端傳媒認職了 我說 竟然同時間台灣人有人在問我端傳媒 大陸有人在問我端傳媒 香港本地 也有很多人關注端傳媒 它不過是一個誕生一個禮拜 十天的一個媒體 現在還沒有滿月 竟然有兩萬聲音這麼多人 在關注端傳媒一個 連他老闆都不知道是誰的一個新媒體 所以 這兩個世界 傳統媒體跟新媒體的世界 它不能等同來看 那我們相信新媒體的時代 它更有可能發展出一個 我們講華人 或者是安山地 或者是更大的一個中文的市場的一個 媒體的住在 這是我也說我共同期待 好的 謝謝大家 不要死人 阿楊知信長你好 不好意思 就我理解 因為我也剛知道這個軟體 然後 iOS好像還沒上對不對 然後 因為我還沒看到裡面 但就我理解來說 你們和 那種農場不一樣的地方 是你們的演算方式 然後還有你們的focus也不一樣 因為 那種農場大部分 都是在SEO的關鍵字 在社群媒體上的那種散步 但你們想要下載量 那 下載量的話 會不會等於說 會去下載的人 他可能比較Niche 他比較 針對特別主題 那你們有 在這個方向上 去思考 說要怎麼樣去 和 內容農場 或是其他的 像關鍵品 評論網 去做出一種 區別系統 就是 品牌形象的故事 對 因為我還沒看到 你們的軟體 還不清楚 內容 你用什麼手機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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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在iPhone上面 遭遇了很多的挫折 是我當初沒有辦法預期的 就是我們今天 宋神被拒絕了幾次 這個讓我們東西非常的挫折 就是它每次都有不同的理由 來打槍我 這個是我自己 非常大的一個 這個 發展上的一個挑戰 正在積極的處理 這個是我們 最近每天都在處理這個事情 對 那Google從7月下旬上見 我覺得成績當然很不錯 那我回答你的問題就是 跟內容農場 現在可以告訴我們 內容農場哪一個人 做iPhone 嗎 嗯 應該是沒有 對啊 對 我理解的是內容農場 現在基本上都是 iPhone 對 就是說 算是 嗯 穿過的房子不一樣 但是 就是說 感覺好像大家還是會 有點模糊 那 雖然用的 你們 有 演算法也不一樣 像你們 比較像Amazon 有根據你點閱的東西 去推薦 但是 就是 就 使用者來說 可能看起來 如果都在我們業上呢 可能差距不大 這樣的事情 那有什麼 品牌上的一個 策略 就是 有在考慮 像是 假設像是 文化上跟 什麼工藝媒體合作之類 有 這類的 去把它做 和內容農場 差異的策略 的考量嗎 在未來 第一個是 我們不像 委內容農場 是我們的競爭 對手 或者是競爭者 做新聞 就不會把內容農場 做 作為一個 主要的競爭的考慮 那 當你講的現實的狀況 是 也都 沒有人回去特定的 內容農場的網站 去看新聞 你今天不會打開 GIGASCLE 然後去 GIGASCLE 閱讀的五篇 GIGASCLE的文章 大家多數的是 從Facebook 被導流過去的 這個是大家使用的習慣 也就是我剛剛講 都是新文學的 或者是內容農場 都是大量依附在Facebook的導流的效果之下 那 我們的新聞不可能 也拖你Facebook的 這個大家每天 用了這麼久的一個時間 那 可是 如果當你完完全全 依附在Facebook之下 他可能有一天 Facebook掛在 自己的新聞網站 掛在 東正新聞網站 可能會是一個 一個例子 所以 我們必須要去做 我們自己跟 每一位用戶 接觸的 平台 我們大陸會 話講比較穴道 所以問的是 為什麼我們要做一個 APP的原因 我們希望 你每天可能有 十分鐘 打開我們的APP 看你的三篇文章 這個是我們 希望你達到的一個效果 可能這個東西 在現在內容 他沒有辦法達到 他不可能打開GIGASCLE 去閱讀 花了三分鐘 又三天文章 這樣子 所以 我剛講下載APP 推廣APP 是一個非常挑戰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 希望能夠跨越這個門檻 請教一下 你說那裡APP 我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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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剛也有 簡單的評論 你在講我們的 寶告的模式 對啊 那我們現在移動物理會 常常講的一句話是 羊毛 但出在狗身上 還從豬的身上 賺到錢 第一個是 內容 光靠內容能夠賺到錢 這件事情 其實它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以前我們內容怎麼收錢的呢 我賣一份報紙 十塊錢賣給你 賣一份雜誌 一百塊錢賣給你 兩百塊錢賣給你 它就是內容 訂閱制的收費 發行的這份刊 給這一個人 它就買到 那可是我們現在 在網路上的使用行為是 以免費為主 訂閱模式受到非常大的挑戰 那台灣我們 我認為台灣是一個很可愛的市場 包括有物報告 包括蠻多的這個 都帶走訂閱的模式 那我也非常希望 台灣能夠在訂閱模式 能夠 衝出一條學路來 可是可是我們在 網路上 閱讀資訊跟 看新聞這個行為是 它是沒有 多數的啊 絕大多數是免費的 是free 這也是我們之前看 grislanders 他寫這個免費的書 的一個主要的方向 那我們還是 從廣告的模式來看 我剛剛講 去年跟前年相比 台灣的移動廣告的成長 是百分之百 這個東西 大家可能講起來 有點遙遠 可是如果你去比較 你去年打開蘋果日報 看到廣告的比率 跟現在 在你當下打開一個蘋果日報的 廣告的比率來看 去年跟 今年我完全全是天差地比 現在蘋果日報的廣告 已經多到滿出來了 他問我是一個全螢幕 去年是一個全螢幕賣不出去 一個全螢幕去年 他們跟我說一個全螢幕的廣告 賣十萬塊台幣 所以我都要後空翻了 蘋果日報一個全業的廣告 相當於一個頭版的廣告的效果 報紙的頭版廣告效果 才賣十萬塊 今年今年我還沒有知道最新的報價 可是我看到 頭版的這個全業的廣告 除了一個之外 還可以滑到第二 第二個之後還可以滑到第三個 然後你認點任何一個頻道進去 從政治到最後的副刊 哇 蘋果日報現在 趕快已經多到買出來了 真的 可是在去年這件事情都沒有發生 不過就是短短一年 所以我們看到 台灣媒體的廣告 從傳統媒體 遷移到 遷徙到新媒體的這個趨勢 是非常明顯的 特別特別是遷徙到移動廣告 是更明顯的 台灣去年的 我們的web的廣告大概是一百六十億台幣 今年今年Q2大概是一百八十一到兩百億之間 其實它大概就是一個 double digit大概是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一個成長 它是一個 我們看到 預測到一個成長 可是在移動廣告 去年跟前年比成長百分之百 今年在成長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之間 是包括動腦雜誌 是包括一些第三方的廣告單位 其實已經做出了一個預測 從我們自己使用的習慣來看 蘋果日報廣告是滿出來的 這個是非常直接的一個狀況 我們希望也能夠去分一杯跟拿 只能這樣子說 希望在這移動廣告的大曲線 大浪之下能夠去 有一定比率的成長 回答到你的問題 謝謝楊智欣的 提供我們分享很多 他在媒體業這麼久 有一些新的觀察 以及他目前他出賣了 他的新媒體的親戶力 以及他可以過來這個市場的 一個眼鏡的一個觀察